打開來稍微看一下 答案1到4 他其實總共會有幾個需求 從這邊設計項目 1到4到這邊 那他到底要我們做哪些動作呢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完成的結果 這邊的話我有一個完成的檔案 比如104這個 實際上他本來提供的題目裡面 這個是未完成的 裡面的話就是要你去 假設有點像你今天在那個補教業 比如說或者是一些 進修推廣部 幫忙處理一些 數目的時候 裡面的話有一些資料需要你把它完成的 比如說 這個人的生日 那到底他的年齡 他是幾歲 你怎麼算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你還在 比如說有些人是不是把計算機放在旁邊 慢慢算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呢 恐怕你要早下班是一件 很不太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因為這邊學員裡面 總共有119個 119個學員 那當然你年齡要怎麼樣可以快速 而且還不只這樣 你看他做出的效果類似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邊還要出現年齡之外 還要幾歲 一個數字之外 還要後面一個歲字 這個是第一個可能比較 大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那個開課的期別 旁邊有個所謂的結束日期 這個結束日期 你是自己要去算出來 那怎麼樣算出結結束日期 題目有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把這個開課日期 這一天 然後呢 看這一個班別 這個班別的代號是C04 那你要去查一下C04 那C04的話呢 在下面這邊有一個對照表 叫做開課班別 比如說C04 那他時數是30個小時 那30個小時意思是說一週 三個小時 總共要上10週 那如果要問 那你最後一天應該是哪一天呢 這個問題怎麼做呢 當然你可能沒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而且這邊當然不只一個 如果底下 有這麼多個 那你如果一個慢慢做 恐怕不是好方法 這邊的話呢 會等一下會教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從開課日期 去查詢後面那個 總共有幾個小時 然後去計算出結果 你就可以知道最後一天 應該是哪一天 這個不是用土法煉鋼慢慢做 如果你土法煉鋼慢慢做的話 恐怕 真的要早下班 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 OK 其他還有像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稍微打開來 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題目到底要做哪些動作 畫面先還給錄一下 這個完成的畫面 類似像這樣 生日 然後算出他幾歲 裡面需要一個公式 就類似像這樣 不是叫你用計算計 在那邊去計算 比如說他是1968 1968 然後2015 再減到1968 然後你要算月份 他這個也沒有 6月份出 應該滿的 所以要滿一歲 如果他 不是 9月份的話 如果還沒滿 那你要扣掉那一歲 很麻煩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快一點可以完成這件事呢 當然有 怎麼做 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你把那個題目 切到基本資料裡面 學 這個年齡 那這個地方你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蠻重要的 他那個函數名稱 叫Date Date Date Dif 不過特別注意 那個函數蠻特別 一般 這個Date 應該是放在日期 時間函數裡面 不過你在這裡面是找不到的 因為這個Date 我稍微查一下Google 裡面是說 這個有專利權的 所以這個 微軟以色 他沒有把這個Date Date 的這個函數 放到清單裡面 但是呢 你自己Key是可以的 稍微麻煩一點點 但是是打 那怎麼做 你就不能用 只用選的 變成 自己要打 等於 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記 等於什麼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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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這樣 Date OK 刮鬍之後 這個他自己打一下刮鬍 需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的生日 就是 兩個日期的比較 第一個就前面的日期 生日 所以你就指一個生日給他 逗點一下 第二個告訴他說 你跟今天相比較 那今天是哪一天 那你不用傻傻自己打 你打一個函數 叫today today 記得後面的話 加一個刮鬍 加一個刮鬍 因為他是一個函數 他就會去 抓到今天日期 再逗點 第三個參數是 雙引號 再加一個y 再加一個雙引號 這個後面這個y 指的就是說 我要你幫我 比較 前面兩個日期 相差 幾年 Y是一爾的意思 當然如果你要相差幾個月 就是m 相差幾天 就是d OK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以後要比較什麼 比較兩個日期的話 你就前面一個日期 跟後面一個日期 後面的話 給他一個參數 後刮鬍 就完成了 最後的 打勾 前面有個打勾 輸入的意思 就完成了 47歲 算出來了 再來你怎樣 這邊空點點兩下 全部幫你算完了 有沒有 那你算年紀 就很輕鬆了 那這個Dedif的厲害力發 就是